我想我们操练一下 这是用经文怎样 讲出神的恩典 不是很快就讲律法 怎样讲恩典 我们可以看这些经文 这些经文也可以帮助我们的 例如 第四个大典 第十一个经文 第四个大典 第十一个经文 十篇一百三十九篇五节 你在我前后挽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如果这个经文 我现在想与你操练 我想你们去讲 这个经文看到什么神的恩典 第五节是什么 西篇一百三十九篇五节 你在我前后挽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好的 这个经文怎样讲神的恩典 一百三十九篇 是的 一百三十九篇 是你把那一天神 每一天保护着我 每天 给我给我够用的恩典 是的 对讲好 好了 这个就是从经文看到的恩典 背后你可以想一想 有什么比较 很多时候我们要 讲出某一个要点 讲这个相反 相反更显出这个正面的力量 相反 我用理解 在很多地方他们说 很多父亲是世众的 有很多家庭 很多家庭老 丈夫是没有在家庭的 有没有听过这些情况 就是在有些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老公离婚了 走了 孩子没有爸爸了 有没有听过这些情况 这个就是 很多人就是 老公离开了 爸爸离开了 或者是有爸爸妈妈坐在 但爸爸妈妈没有留意 没有关心 没有陪伴 你有没有 你的小的时候 你觉得父母有没有陪伴你 有没有一些经历 陪伴你的时候 觉得很舒服的 有没有 有 有没有 你想到这些陪伴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一些 没有陪伴 没有 没有看到你的需要的时候 有没有 太多需要 是不是 我想问你 哪一个时间比较多 陪伴的时间多 还是没有陪伴你的时候多 没有陪伴的时间多 我小的时候 很深的记忆 我的爸爸有一次我在写书法 他拿着我的手 当时我很小 他拿着我的手写得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美丽 因为我的爸爸书法是很好的 这是一次我非常深的记忆 有一次他这样做 但这是好像很多年唯一的一次 很多时候他都是赌博 不在家中 都是很多的问题 但我们想到世界上的人 很多时候都是没有陪伴 但我们的神是每一秒钟都陪伴 每一个基督徒 其实有些基督徒做得不好 神还是不停地陪伴 如果你对某一个朋友不好 一两次 两三次 三四次 他还愿不愿意陪你呢 他不愿意 但我问你 我们得罪神有多少次 很多很多次 但神有没有放弃你呢 所以这个神 神这么陪伴接纳 不计较我们的犯罪 忍弱 他还需陪伴我们 你有没有这个尽力 有一个情况 你需要钱 你找朋友 很多人你以为会借钱给你 他们都不借 然后有一个愿意借给你 会给你什么感觉 感恩开心 所以说 有些时候你发觉有些朋友 可能跟你一起开心 他会 但你困难的时候 他不会陪伴你 但我们的神 是任何时间 他都用时间陪伴我们 都看重我们 而且按手 而且按手在我们身上 帮助我们 这样来形容神的恩典 是不是更深刻 是不是 用反面的理解 明白这一点吗 好了 如果我们讲到神 这样陪伴我们 我们就 可以对神 怎样回应呢 讲到恩典了 我们就可以回应了 所以说 神这样乐意地陪伴你 乐意地祝福你 我们对神可以 我们可以怎样看神呢 你想到神 你可以怎样看神呢 当你想到 神是爱我的 神是爱我的 我告诉你 我一个例子 当时我是出信主的 当时我读这个洗礼班 洗礼班完了 牧师问我们问题 他说 你信耶稣什么 我说 我信耶稣就在这里 他就说 你等上一次 才洗礼 其实他没有问我 你信不信耶稣 赦免你的罪 拯救你 他没有问我 但我很深刻 就是神与我同在 但他没有觉得 这句话很重要 他觉得这个是不重要 他觉得 我应该有这个得案 我信 他应该 我应该说 耶稣赦免我的罪 这些我都相信 其实我都相信 但我去更相信 他与我同在 但他没有 看重这一点 我有一次 在乘这个 圣降机的时候 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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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将 机 我在 承 承 身 将 机的时候 其实 我在小的时候 我很多时候都会打拳 因为我爸爸叫我打拳 我现在很多时候 在身 将 机的时候 都会 拉 拉 机 是不是 拉 机 那叫什么 拉 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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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小的时候 有一次 我当时 我当时训 耶稣 我在 圣降机 打拳 然后我就想 神看到 会不会笑了 他 在圣降机里 也去打拳 这是 这么 有趣 会笑了 就是我想到 神是很真实的 然后我经历圣灵之后 我就想到 神不但是真实 祂是 祝福的 现在 祂在祝福你 祂很想祝福你 很想感动你 很想释放你 很想这样更大的 爱放在里面 所以当我想到神 神是很想 祂很多礼物 现在要寄给我 当我投入 爱主 祂马上 这样恩典 寄给我 我就会用 各样的方法 形容神的恩典 我再用 刚才我说 这个老虚 这个老虚说什么呢 神在你前后 完整我 所以你要小心 你要做什么 所以他一句话 就讲律法了 好了 我现在给你 这个作业 这是说一句话 恩典 马上就说律法 但我 我讲恩典的时候 我是很想 你们都很深刻的 说神这么美好 有谁能 向你 没有人 向神就美好 好了 我现在给你一个 经文 第十个经文 以赛数 四十六章 三节 我希望你 细想一下 以赛数 四十六章 三节 四节 你们自从生下 就蒙我宝宝 自从出胎 便蒙我怀差 直到你们连老 我仍这样 直到你们发白 我仍怀差 我以照作 也必宝宝 我必怀抱 也必成就 好了 我想你讲一讲 这个恩典 这个经文 讲到什么恩典呢 而且尽量用各样的方法 形容成的恩典 让人有深刻的感受 我们首先去看经文里面 说什么 我们看一次 然后我 除了经文所说的 我还要再形容更多 自从生下 自从我们出生 就蒙神宝宝 那你说怎样宝宝啊 怎样抱着我们呢 保护我们 这是 他保护 感动 安慰 而且就是有些人 出生的时候不是信主 神还是保护 我告诉你 我曾经有不同的经历 但我少了手 可以去很危险的 但神保护我 有一次我被老鼠咬了 在一个地方很黑 我看不到老鼠 我可能 踏在他的尾巴 然后他咬我 然后我摸一摸 当时我是 因为我在楼下 我住的地方的楼下 这个垃圾桶的地方 我去这个地方 然后 就 听到这个老鼠的声音 然后他咬我 我摸一摸 有血流出来 如果我今天有这个老鼠咬我 我必定去医院去看 有什么方法 保证没有疾病 但当时我完全没有告诉家人 当时如果这个老鼠 有什么 弃命的疾病 我可以 很快死掉 或者是 很严重的疾病 有一次我跟我的弟弟玩的时候 他有 他手上有一个剪刀 这个剪刀碰到我的眼的旁边 如果 再近一点 已经碰到我的眼睛 这个是我小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 我信主之后 神多次地保护我 这个就是 我们没有信主 神已经保护 神已经看中我们 保护我们 然后 自从出胎 变蒙神怀差 直到我们联老 当我们成长的时候 壮年的时候 我们觉得自己很 很强壮 很有力量 但其实在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很多的 需要很多的软弱 有一天我们联老的时候 有些时候我们很难接受 自己是联老的 你问我 我问自己 我是不是老人家 应该是的 年龄来说 我是老人家 但 我不接受我是老人家 我的心态 不觉得我是老人家 如果有人说 老人你是老人 我就 我不觉得 其实是老人 但 其实我也觉得 身体有不同的 身体有不同的地方 但在这个时候 神还是这样 怀抱 还是拥抱我 直到我发白 神也怀差 神也创造 也必宝宝 也必拯救 这个神的允许 必定与我们同在 有一个人的 做一首诗 不要叫做什么 竹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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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听过 这首诗 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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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了 找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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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的 这个找印 这个诗 这个诗是怎么样的 是有一个人 在沙滩上走路 他向后面看 看到是两句找印 但有一处地方 当他在他生命困难的时候 只有一句找印 他就说 神啊 为什么你放下我了 耶稣就说 其实我是背着你 抱着你 抱着你 所以只有我一句找印 这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表达这一点 可以用我们自己的经历 我曾经 我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伤害 其实我是一个刚刚强的人 但我曾经很大的伤害的 有一次 我曾经想过要死 曾经想过要死 就是在一个很大的伤害的时候 但神保守我 这是一瞬间的感觉 不是长期的 但神在这个时候 保住我 但人会看人做错的地方 人会放弃 人会离弃 放手 这个拥抱的想法是什么呢 很多人会对我们放弃 离弃 不理会 没有亲密的关系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亲密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经文讲到亲密的关系 我想问你 在人生中 你有没有一个亲密的朋友 有 很好啊 你有很好 非常好 真的 有些没有的 没有经历过 没有经历过 那我想问你 我就说 你有没有 现在你有没有亲密的朋友 有啊 很好 谁有亲密的朋友 谁有 凭你举手 谁有亲密的朋友 我不是说男女的朋友 这是真的 这是 密友 这是你心愿的人 很好 继续这样做了 没有 好了 好了 安静 安静 亲密的朋友 就是说 这个身交 是你可以信任的 可以 与他有深的交通的 有多少人有 有些人有 但不多 是不是 另外我问你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起码能够与你交往的朋友 有没有 起码 有 这个很好 大部分基督徒都会有 你有没有认识一些 不是基督徒 或者是基督徒也有 但他们真的没有普通交往的朋友 有没有听过这些情况 就是什么朋友都没有 因为他们不懂得语言交往 所以没有人喜欢他 他常常伤害他的朋友 所以朋友都离开他了 没有朋友 什么都没有 没有工作 没有家庭 有没有见过这些人 没有工作 没有钱 没有健康 整个生命都很困难 这个就是有些不单的程度 当我们有神的时候 他必定拥抱我们 怎样被拥抱了 你亲近他 他的同在就来到你身上 其实当我们未亲近他 他已经感动我们 是不是 圣灵已经感动我们 当我们回应他 更多爱他的时候 他就更多的回应 我们就更多的经历神的同在 更多平安 更多安慰 最孤单的人 可以在神里面找到神的同在 可惜是很多人不懂得 怎样找到神的同在 他们不懂得 他们只是求神 神给我一个朋友 给我钱给我什么 但是祈求的话 他未必得到这些恩典 但如果他知道 爱慕神 感谢神 用心灵诚实敬拜 神的同在就会安慰他 这样的话 他就经历神的同在 经历神的同在之后 神就抑制他 安慰他 帮助他 他语言有好的关系 有更多朋友 有更多聚集 如果一个人在世界上 没有朋友 没有关心他的人 在疾病 在困难中 这个人 他的内心觉得怎么样 空虚 空虚 孤独 无助 没有盼望 是不是 但在神里面 永远不会这样 永远我们就有神的同在 我们懂得怎样 亲近神 我们就 永远都有神的陪伴 我现在就是示范 怎样用这个经文 讲出这个美好的关系 用相反 这是孤单的人 完全没有朋友的人 没有人拥抱 现在有没有人拥抱你 有 有 非常好 但男性比较少的 因为男性 通常来说 在中国的文化 都不会拥抱 如果太太不拥抱 就没有拥抱了 有啊 你幸福啊 但有些男人没有的 其实男人也可以 在主里面拥抱的 但很多男人都没有这样做 就是拥抱 其实是人生乐事 是不是 你看到 你有没有养狗 养猫啊 他们都喜欢你抱他的 是不是 都是让你觉得舒服的 是不是 其实 这些缘 有身体的接触 是不是舒服啊 这是握手 拍一拍你的箭头 也是舒服的 是不是 这个是缘与缘之间 可以有的 但神将这个赐给我们 支持男人和男人 这些缘 我们祷告 可以经历 神的同在 这个就是神的拥抱 而且他的保护 是不是很好啊 我现在讲了这么多 都是讲到 神的恩典 然后我们怎样 回应神呢 就是欣赏神 这么美好 神的你真美好 这是我讲 正从的时候 也是讲到恩典的 我是讲到恩典的 就是讲到神这么美好 这么陪伴我们 他陪伴我们 我们就陪伴神了 我们就亲近神 神就很喜悦 神就与我们同在 这样的话 是不是更容易鼓励人啊 神这样陪伴你 世界上没有人这样陪伴你 但他陪伴你 他陪伴你之后 你的生命就改变了 然后你被神改变 你就可以祝福其他人 你的生命就可以充满力量 充满平安 有盼望 永远不孤单 我有一次乘飞机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 有些改变 我去宣教的时候 有些改变 你要等 等十个小时 才有飞机 我听到手 很多人听到 十个小时就 很担心不开心 但我说不要紧 十个小时 等候神 爱慕神 哈利路亚 对我来说 不要紧 我等人不要紧 哈利路亚 就可以享受神 这个就是 当我讲到 呼应神的时候 我都是讲到 用恩典的 我们就可以享受神 欣赏神的同在 爱慕神 神就喜悦 神也祝福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又得力 神又喜悦 整个生命就平安 就发挥了 这样教导好不好 好 用恩典 我希望你超练 不是讲一句恩典 马上就讲很多律法 但是你里面充满恩典 我是被神所爱 被神所看重的 神必定与我同在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哈哈哈 赞美天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耶稣喜爱小海上啊 我 我 我 耶稣喜爱小海上啊 我 我 我 爱小海上 我 在这西山座 耶稣喜爱小海上啊 我 我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感谢天父 哈 哈 里路亚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祷告奉主耶稣之日圣明 阿们 如果有人说你是惦狂了 你怎么祷告会笑了 你就说神也笑啊 祂喜乐 患乎啊 祂喜乐到患乎的程度 而且神见到我们做什么好的事情 祂都很喜欢 一杯凉水 祂也喜欢 所以我们也可以喜欢 这个 这个是喜乐的秘诀 以神为乐 是神的恩典 神的祝福 神的接纳 所以我们就开心 是神来的 好了 祝福你啊 我的太太的缺在外面 我去洗手 这样就走了 祝福你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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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